对不起 我先回家 你们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 你不要乱说 我们之间不是那种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你真正的身份了 我好像喜欢上套了 不行 我们雅米克新闻 是不能爱上人类的 现在都几点了 为什么她还没来上班呢 刚刚发了简讯给她都没有回应 她不会出了事吧 为什么我只是两天没有看到她 就那么想念她 Handy 是 老板娘 可以帮你 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你和你男朋友 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然后你一天没见到她 你会感觉如何 我应该会想 奇怪 为什么她还没有来上班 然后我就会购买她 可是如果她没有回我的话 我就会开始想 她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难道你也读心术 读心术 我还是外星人 你不知道 对吗 你是外星人 你也来自雅米克新 我只是跟你开玩笑了 老板 你真的很好骗你 好 没有事 我去忙了 好吗 教训 又是你们 你们来找我的老板什么事啊 我们是来找他充电的 充电 中小事找我就可以了 我们要抢着 这种小时不用麻烦我老板娘的 你们干吗无缘无故来找我一起充电 该不会是想把我抓回去吧 你放心 我们知道你是要多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暂时不会带你回去 不过你这几天最好安分收紧 知道吗 我为什么多了这么多人陪抱索油咖 应该是现在的人压力很大吧 你的压力也应该很大吧 我关你的事不要那么急不可以吗 那就是说你们之间有什么事 难怪你不在的时候老板整个人魂不守舍 不像他平时哭哭的样子 原来你是罪魁祸首 无聊 该不会是因为那晚上的事情 搞得他心神不宁吧 我还打算完你 你终于肯来了 你昨天真的生病吗 你是不是 你不要走 我还没说完 那天晚上 对不起 其实我是真的非常喜欢你的 你可以给我多一次机会吗 让我们真实的交往 可以吗 难道这就是人类所谓的告白 我还在那一刻 我还在那一刻 一直在那一刻 全情城堪 祈求命运 成全我们的缘分 只盼望 多一刻 找回被遗世的永恒 只找我们 彼此相伴 啊 愿为一刻 守候 一生 愿为一刻 不顾 一生 有了 无法 有了 我们 有了 我们